我着重地听到母亲刚才说的两个字 就最后强调两个字 出国有个最大的收获是孝顺 这个孝顺这个词 我就让我感觉到很多父母 其实送孩子出去留学 他也不知道大概的目的是什么 但他感觉我不能愧对孩子 我有多少钱 我哪怕是砸钱 我也要让他出去 这样能够让我心里平衡 因为毕竟我只有一个孩子 而我的这种苦心付出 内心的平衡 如果能够得到孩子的珍惜和认可 他自然会孝顺我 他觉得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我可以理解 对 我有领略过 你在哪一件事情上 比如说你在留学的这两年 你的钱肯定不是一次性打过去的 对吧 有的时候打一点 有的时候打一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感觉到家庭为了支出这一百万 父母是来之不易吗 有的时候 包括我父母 吃饭 买菜 频率 就比我在国内上大学 他们也会节省 但是不会像我出国之后节省成 那样 甚至比如说我妈一天 可能原来自己一个人在家 也一个菜 两个菜 甚至就再加一个汤 我走可能也就两天 两三天才吃一个菜 我有的时候就开玩笑抱怨 我说你得多吃点 你自己对自己得好一点 但是怎么说他们都舍不得 没有办法 所以看上去你好像 你的笑声很模型 看上去你好像特别直 其实你内心也是有很细腻的情感 对 我自己知道我收获的不只是学历 还有可能是蜕变成另外一个的自己 这个过程我自己知道虽然我累 我苦 但是不会有你们那么辛苦 谢谢你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谢谢 我能够感受到她的留学的 其实生活的福音 以及她妈妈为了她的留学 做出个付出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反差在我的心里 看着刚才这个阿姨的背影 我好感动 因为我父母 他选择了买房 然后我选择要出国 有这样的家庭 他说那你去闯啊 你有本事你就去搞定你自己 你把学费搞定 你把生活费搞定 一年几十万 真的 我说那我出去你借我钱 我觉得这很正确 对啊 我觉得很好啊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如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当我 你懂我意思吧 当别人在国外能够吃饭 甚至在那个时代 每餐能够吃一个哈格达斯的时候 而我可能因为饭都吃不起米饭 我说的是 我说吃米饭不是吃饭 连米都吃不起的时候 因为打工 被别人直接踹在地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 我们去摘野草吃 当野草开花了 我才知道那是菊花 满山遍野的菊花 我吃了两个月菊花 你知道为什么创业吗 因为没有饭吃了 我才去创业 但是我拼出来了 不衡你知道吧 不衡你知道吧 就是我今年我儿子高考 其实他没有考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让我讲这一段 做父母那真的很纠结 我不知道应该送他出去 他没搞好 还是应该留在国内 我就说不衡你知道吧 不管你哪个选择 父母都是爱你的 只是说他们不知道哪种方式 只是对你更好而已 但是我妈妈 我后来 不好意思 我太激动了 我也开始 从原来 我刚回国的时候 对他们的不解 对他们的 觉得怎么能这样做父母 到这两年 我们达成一种更好的和解 然后觉得 这也是一种爱 其实父母不光是生了你 其实让你读完高中 他其实责任就完了 他18岁嘛 但是你看 有的时候周围的现状就是这样 本来父母是没有责任 帮你去办嫁妆 买车买房的 但周围人都是这样 于是有些人 就形成了一些惯性 觉得这不公平 但其实还好 像陈不衡现在 现在回来之后 长大之后 他觉得其实当初的 这样的一份怨言 本身是师出无名的 是自己要求过高了 这就是一种成熟 一种成长 包括你 在那ATM取款机 取不出钱的时候 你心里也肯定 说过妈妈 你怎么把我送到这种地方 你看我怎么样 但其实事实上就是 到了后来 在父母和孩子 在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 才理解了彼此 我们做这种专场的目的 就是希望这些 出国留学的孩子 回来之后 让他们告诉我 他心境的改变 让父母告诉我们 他们当初选择 有没有后悔 他收获了什么 然后让大家来衡量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